現在這段影片會講一個迷思 究竟那件童軍衣服的袖、骨位究竟在哪裏 現在大家看到我的這件衣服的骨位就在中間的位置 這個其實是跟著制服移用手冊的時候 釘章的時候把骨位戒在中間的 什麼叫中間?即是說肩膊這個位置 垂直這樣下去 但是也有很多人 因為通常在Skull Shop買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就是肩膊的位置之後 那條骨其實是去後面的 這個是前面,這個是後面 那幾條骨其實是去後面的 也很正常的 當你膠底接過去的時候 那條骨正正在後面 但有人覺得去後面很酸 那些竹就去了後面 現在就說一說 究竟那條骨應該在中間還是在後面 其實這個答案就是不定的 最正規的答案應該是說 上面這個是骨 下面,條骨下面 這個架底這個位置 有一塊布在這裡 其實就是說 由這塊布,這個車布位 這個架底的位置 掃上來 就斷定了你那件衣服的骨位的位置 對,即是說 譬如說這塊,這塊布 下面那個架底的位置 掃上來 它現在就在肩膊的後面 那就肩膊的後面 這條骨就對了 但是呢 好奇怪地 就是 因為這個架底的那個位置 那塊布 其實那個車的位置 不是一條線來的 其實呢 是有少許空間 有少許距離在這裡 你看到 這裡有少許距離在這裡 所以其實是說 如果你這塊布 這樣摺 和這樣摺 其實是有不同的 譬如說 我現在呢 現在 我這塊布 這塊布 這個架底的位置 我先向這邊摺 OK 向這邊摺的話 其實呢 你的衣服呢 我的衣服的骨位 就去了肩膊的中間 去了肩膊的中間 但是你看一下 如果我這塊布 如果我這塊布 不是這樣摺 我這塊布 我這塊布 向後面摺 向後面摺 那你看一下 我掃出來會怎樣 掃上來 咦 你看到骨位 其實是退後了 骨位已經退後了 你看一下 其實骨位 會去回 肩膊的後面 看到嗎 去回肩膊的後面 對了 所以其實說呢 就是 有機會你的衣服 其實你是有得選擇 你的骨位 究竟是放在中間 還是放在後面 對了 怎樣選擇 視乎你的選擇 視乎 究竟你的解底 這個位 對了 你想將它摺到前面 還是後面 你將它摺到前面 或者後面 可以令到 骨位 由中間變成後面 或者由後面 變成中間 對了 在中間和後面 有什麼好處 我是喜歡中間的 因為你中間的時候 其實你肩膊的布 正正就是肩膊的中間 也就是說 那些膊其實是正正在你袖的正中 對了 當你去到後面的時候 其實那些膊全部偏後了 我覺得不太好看 但是 換句話說 就是 在另一方面 就是如果你的骨在後面的話 其實你平時摺衣服會比較方便 因為如果你這樣摺衣服的話 如果你這樣摺衣服的話 你會看到 那個袖 摺在一起 摺在一起 對於你的製服來說 也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 究竟你想追求完美 還是你想實用呢 這個就看你了 而 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骨位是沒有錯的 是視乎每件衣服的設計而定的 但是 有一件事一定會錯 唯一一件事一定會對 就是說 你的膠一定要跟著這條骨去釘 你不要 那條骨在這裏 然後 那些膠就跟著這條正中間線去釘 記得那些膠是跟著這條骨去釘 對 那這就永遠都是對的 那 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 對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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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